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30日星期二早上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打疫苗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繼巴基斯坦總理之後 連巴基斯坦總統和國防部長 都相繼中了武匪 而且三人都是在打了大陸製造的國藥疫苗之後 才確診 這次真是三重彩都中了 第二宗消息 有一名62歲的藍絲 在打完科興的第二針之後 當街雲島 在昨天有記者去訪問那些打第二針的藍絲的時候 有人就開始在抖 說自己好像做了白老鼠一樣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巴基斯坦的情況是怎樣的 巴基斯坦總統阿維爾 在Twitter上發表了貼文 他就說在打完第一針疫苗之後 去做病毒檢測的時候 就發現了自己確診 本來在一個星期之後 就要打第二針 而打完兩針之後 才會產生降體 所以他就呼籲民眾要保持謹慎 實情 巴基斯坦總統兩夫妻 都是打了國藥疫苗的 除了總統和夫人之外 連國防部長哈塔克也確診 當然巴基斯坦方面 是很貼心的 上一次巴基斯坦總理確診 當地的官員都馬上走出來說 說他在打第一針之前 已經是接觸到病毒了 這次巴基斯坦總統確診 當地的官員都說 總統在打針之前 就應該接觸了病毒了 同時來講 打針沒有那麼快來 產生抗體 所以是屬於正常的現象 總之 有什麼問題 都是跟疫苗無關的 難怪中巴友宜會萬古長青 因為巴基斯坦 真的固足了大陸的面子 不過 究竟當地的民眾 看完這番辯解之後 他們信不信 就可能是另一回事了 而且最近科興疫苗 在外國的表現 亦有目共睹 到底 無論是國藥或科興 究竟能夠給外國有多大的信心 因為有部分國家 純粹買不到歐洲或美國製造的疫苗 才轉向中國那處購買 現在錢花了 因為有些國家是真金白銀去買的 不是大陸無償援助的 打完針後 如果效果都似乎是一般的 這些國家到最後又會不會再轉軌呢 真是很難說了 所以疫苗本身的有效保護率 和疫苗外交的表現 是相乎相成的 不是說送得多出去就有用 接著我們又看看本港的情況 在昨天 有一名62歲的藍絲 阿伯在打完科興第二針後 當街暈倒 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這名62歲的藍絲是退休商人 2月27日打了科興的第一針 當時他的身體未出現異常的情況 去到今個月27日 即是早幾天 他在早上9時 去到沙田圓和路體育館的接種中心 打了科興第二針 去到中午忽然間在街上暈倒 需要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入院後證實中風 有腦出血 右邊身動不了 昨天過了危險期 暫時不需要做手術 神智清醒但需要留意 據說這名事主 曾經接受過通波仔手術 患有高血壓 需要長期服藥 身形略肥 沒有抽煙的習慣 亦未試過中風 近年身體情況亦良好 到底為何在打完第二針後 會當街暈倒 當然要問專家的意見 究竟為這次的事件 又跟打疫苗有沒有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 他們很喜歡說這件事 之前的死亡個案 通常都是打完針後隔三幾天 才說出事 好了 現在這個當街暈倒的 是早上打針 中午就出事了 只不過是相隔了幾個小時的時間 究竟有沒有關係呢 當然根據往績推敲 那群專家委員會中的專家 肯定多數都是無關的 他們一定會找到藉口 比如說這名62歲的藍絲 他做過通波仔手術 又有高血壓 又長期吃藥 又說身體略肥 這些已經構成了一些因素 他們最喜歡當打針的人出事的時候 就找一下他身體有沒有潛在的問題 這個不用找了 直接就有 所以我估計那群人多數都說是無關的 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說 按照這個人的徵狀所見 相信他是屬於出血性中風 預料是跟疫苗接種未必有直接關係 但是由於他接種和中風的時間太接近了 要看看他在接種之後有沒有不舒服 有可能是事主因為打針之後令到血壓上升 有機會引致出血性中風 但是屬於較間接的影響 很難說兩者是不是有因果關係 這些專家真的是專家 不只是醫學專家 而且是語言藝術的專家 辯博的專家 簡直是厲害 總之有什麼情況他都能夠說到 是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的 看來就算有些個案 打完針之後當場暴斃也好 他都可以說這個人本身小膽 自己因為怕打針嚇死了 因為那些專家實在太厲害了 你看看他們說的那些 那些辯博的口才比律師更厲害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 有些藍絲開始就倚若了 為什麼呢? 有記者昨天去到疫苗中心外面 訪問打第二針的藍絲 有一名藍絲劉生說 他認為特區政府的疫苗政策是好心做壞事 因為政府就不應該 找他們的老人家來走 因為偉大的祖國都說明 只是打19歲以上59歲以下 他認為大陸都沒有長者打疫苗的數據 而特區政府反而優先給60歲以上的長者來打針 從正面而言 當然是為了給感染機會較高的長者受到保護 但是從負面來說 就是找了他來做白老鼠 至於為什麼他仍然去打第二針的科興呢? 他就說 因為不想前功盡廢 打了有多少成效呢? 大家都不知道 他寧願選一隻副作用比較低的科興來打 其實這些藍絲的邏輯真是很有趣的 第一 他不是沒有自己來篩選過的 既然有兩種疫苗放在他面前 一隻是科興 一隻是復必泰 他是經過了自己的自主思考之後 才認為科興的副作用比較低他就去打 這是你自己申請拿打的 沒有人拿著槍指著你的頭逼你去打 也沒有人逼你去選科興 你自己選擇的 你怎能夠說找你做白老鼠呢? 你可以不去的 你可以選擇的 不打就不做 是不是? 這些根本也是找事來講的 你說找你做白老鼠 你自己不積極配合的時候 你怎麼做白老鼠呢? 你不見黃絲白了去打 好了,第二件事就是 你打這個科興 你又說自己做了白老鼠 然後呢 你又去打第二針 因為不想前功盡廢 那就是你認為 打這個科興也是有效的 那你還有什麼好信呢? 做什麼白老鼠呢? 你認為是有效的 就不叫做白老鼠 白老鼠就是完全不知道他有沒有效的 你一定會認為 這個科興疫苗有多少的效用 你才打完一針又一針 是不是? 如果不是第一針你也不會去打的 好了,這些藍絲 其實也是貫徹了建制派的小馬大幫忙 一方面就在這裡慎一下他 罵一下他 另一方面 自己又會身體力行去打的 發揮勇者無懼的大無畏精神去打的 做白老鼠也不害怕的 你先不要說我這麼偉大吧 沒有人叫你去做的 你自己申請的嘛 你自己上網登記的嘛 打這個科興是 而且科興剛剛開打的頭一個星期 那些藍絲打完之後出來的感覺是很興高采烈 很興奮的 就說中國終於是屬於自己製造的疫苗 就說很相信國產的疫苗 現在就給你一個機會展示自己的愛國情懷 那裡已經抵抗了 有沒有效話之距呢 只能標榜你那種愛國的心 就已經是值回票價了 何況這個也不用錢 打得不浪費啦 所以打完第二針 不過有部分藍絲就不是這麼想 根據有些統計的數據顯示 仍然有大約1500人 打了第一針之後 沒有去打第二針 那到底這1500人他們是怎麼想的呢 是不是打算永久抵抗飛機 不再去打呢 不再做這隻白老鼠呢 這樣就不清楚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Bye Bye